最有回憶的就是 春季聯賽 不知道從頭贏到尾 然後輸在冠軍站那一場 一開始還8比0贏 最後變 然後他在那邊哭啊 我們記得第一次他在那個什麼新莊那一間餐廳 然後吃一吃 然後他一天剛好是 很像是 然後他第一次中中華隊放盤 然後他第一次中中華隊 我在那邊一直哭啊 你還記得什麼 我忘記了 忘記了 過太多次了 哭得吃太多 忘記了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我們那個 好兄弟 徐彩全 去 博龍叫他去盯海我買東西 然後回來就累慘這樣 怎麼那麼久還沒回來 打標給他 電話也沒接 然後手一直滴血 啊 不能我回來啊 東西還要回來 都累慘 一定可以啊 因為 大家 他的能力那麼強 能力那麼好 球隊又那麼重視 一定會有好一個舞台 我是我沒有想過我自己 看他 因為他大學就很厲害 你厲害了 我是 我們都是配角 對啊 他那時候本來就該出國了 只是晚了一點而已 對啊 那時候也剛好看到他出去 也不知道要講什麼啊 就替他開心而已 OK 我希望他打得很好 沒有想過可以在一起打 打比賽 有想過啊 因為我們還在打球啊 對啊 你沒有想過 有啊 整天 整天都這樣想 幸好我不是守中外野 我的範圍又要變大啊 我要幫他撿球啊 不用期待 大家球迷都會很期待啊 球迷就會讓我們一起先發 我們是從大學到現在嘛 那有這個機會能夠聚在一起 又能夠同場先發 是非常的開心的一件事 剛好因為新的巨蛋嘛 因為不一樣的體驗啊 又不會很熱 又有那麼多球迷可以進場 那就是非常享受 這兩天的比賽 這件事情 一回五星 講過啊 當然今天到 在復i otur著部分 也是要 影機這種,比較不一樣的角色 有些時候必須當然先發 有些時候就是比較常拘束了 終界 噢呦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